吴彦妮在昨晚全国冠军赛上以12秒74夺冠之后再次成为网络脚点明星 昨晚很多人以为吴彦妮打破了印度选手亚吉拉在5月份跑出的12秒78今年亚洲最好成绩 其实吴彦妮打破的是日本选手福布真子在一天前跑出的12秒75的记录 让对方的成绩记录保持了一天都不到 这样的破法足够刺激 不过女子100米烂今天清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上演了更极端的破法 先是亚马加选手纽金特跑出12秒28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一小时后美国选手拉夏尔跑出12秒25 今年亚洲最好成绩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半秒差距 100米的比赛差半秒 两个世界竞争层次 如果吴彦妮参加美国和亚马加的奥运选拔赛 12秒74到什么地步 12秒74在美国选拔三次上升一位获得第8名 放到亚马加选拔赛上排名稍微高点 12秒74可以排名决赛第6 这还只是美国和亚马加的女子100米国内水准 吴彦妮冲到12秒74之后 在今年的世界成绩排名榜上名列第43位 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能取三位选手的方式来二次选择 43人要去掉多出来的19位美国和亚马加选手 这样吴彦妮排名第24位 正好构进奥运会半决赛 似乎冥冥之中就给吴彦妮做了实力定位 但如今吴彦妮这么高状态 为什么不能想着决赛 这来看看进决赛水准需要多少 以半决赛第8名为准 19年世锦赛为12秒65 22年世锦赛为12秒50 23年世锦赛为12秒60 冬季奥运会为12秒67 22年世锦赛的女子100米篮半决赛 够得上史上最疯狂有偶然性 但显而易见的是 现在打有12秒60左右的实力发挥 才能谈进决赛 所以吴彦妮的目标很清晰 奥运会第一枪杀入半决赛 第二枪半决赛 争取创造个人最佳成绩 12秒73就行 任务就可谓圆满完成 中国人最佳成绩的自然绩都尽